莎莎 莎莎 人了 怎么了 莎莎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说吧 莎莎 你看最近这段时间 我身体一直不舒服 都是你照顾我 你看你还得上班 你也不能说因为我丢了工作是不是 我想了一下 我让咱妈过来照顾我 把妈接过来 妈的妈年龄了 我觉得 要不别麻烦她了吧 莎莎 你想一下 我都拖累你那么长时间了 你说你还得上班 回来还得照顾我 你得多累啊 就不如让咱妈过来照顾我 这样 你还轻松一点 那好吧 要不就让你说她办吧 行 我待会儿给妈打个电话 让咱妈过来 好 那我就先去忙了 行 沈子 你吃好了吗 今天 嗯 妈 还行 小宝啊 莎莎来了 你现在感觉心里气会怎么样了呀 莎莎 你看 自从妈来了以后 我感觉我这身体啊 比前些日子强多了 这你也不是轻松了很多吗 下了班回来以后 妈也给你做好了饭 省得还照顾我 对不对 妈 就是辛苦你了 莎莎 没事我辛苦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 那行 那你好好照顾小博 我先进去上班了 上个点也到了 行 你去吧 肉帮小心点 好 慢点啊 我走了 你走吧 肉帮慢点点 行 我怎么感觉 有点不对劲呢 手机呢 还能往家里边呢 你怎么锁上了 妈 小博 开门呀 妈 你把门打开呀 妈回来了 莎莎 干什么呢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让我进去 我手机忘带了 哎呀 今天啊 不带手机没事 去上班吧 不行 妈 你不得进去 你干什么呢 莎莎 一会儿 你迟到了 赶快走啊 去上班 你去去去去 莎莎 妈 什么声音 你说 莎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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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莎莎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回事 莎莎 我没事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上班了吗 你赶紧走 赶紧走啊 你这母人怎么回事 你赶紧走啊 莎莎 上班去 妈 她这是怎么了 莎莎 小博 把我叫过来 就是 怕你知道这件事 其实啊 她上班的时候啊 不小心 意味受伤了 那 那你们俩还不能瞒着我呀 不是怕你担心吗 莎莎 你就放心的上班吧 我没啥事 我不让你知道 就是怕你担心 没事啊 你俩这是糊涂 你们埋着我才让我担心的 你 你干嘛 莎莎 就是 她的伤果啊 比较重 所以啊 怕你上班担心 让你安心上班 小博啊 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来照顾她的 怕你知道了 上班 也没心 我知道了 妈 可你不能让她 一直在家里面啊 这位一直在感染厉害了 不够有罪的说 我让她去医院 她又不去 那 那 你给 上面 请个假 今天 咱们两个 带她去医院吧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今天也不去上班了 她的伤果 不能一直不管 你就听我的 咱去医院 她说也不一直来处理 走吧 妈一直说你啊 说不动你 今天 莎莎也知道了 走吧 慢点 大帅 大帅 你过来一下 你快坐 嗯 干啥呀 我这刚躺下 准备午睡一会 我想 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这么神经愈的 看你这样子 怎么了 就是 哎 算了 跟你说吧 这都一个月过去了 我离家还没有来 怎么回事 离家还没有来 你平常不都是 十几号那左右 那时间来的吗 是啊 可是都一个月过去吗 媳妇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怀孕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啊 你看 你症状 这不来 丽家 也也都不来了 你除了怀孕 也没有什么解释了 这样 肯定是怀孕了 这是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我 我不想怀孕 我不想生怀孕 太痛苦了 你这话说的 你看 咱俩结婚也有几年了吧 啊 这一直想到最后孩子 再说 咱妈还一直催 你这终于怀孕了 你应该高兴啊 你怎么还不想要啊 大师妹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俩平时上边都那么忙了 这万一到时候孩子一生下来 他们一直把我绑在家里边 干什么我都不自由了 这个事啊 你不用担心 这样吧 你明天啊 就于公司请假 你这怀孕了 也不能走动啊 万一动了开气 再有过一段时间啊 我准备把他妈叫过来 好好伺候你 所以这事啊 你不用担心 也不耽用你上班的 在乎现在这公司 都缠架什么的 不影响啊 那好吧 听你的 嗯 这就对了 不过莎莎 我交代人几句 你这怀孕了 这手机 以后少看点 还有那些辣的呀 不健康的呀 那食品啊 就少吃点 我啊 现在替你做饭 给你熬个排骨汤 啊 哦 那那你去吧 行那我去了啊 你在这歇会儿 啊 难道 真怀孕了 大帅 大帅 你先别玩 怎么了 我给你说件事 什么事 就是 今天我喂咱家狗的时候 他不是怎么回事 然后舔我肚子 咱家的狗舔你肚子 这怎么可能啊 我没有骗你 已经 好几次了 我就是觉得奇怪 所以才告诉你呢 这咱家的狗 平常不是挺乖的吗 你是不是吃饭的时候 或者喝汤的时候 菜汁啊 汤汁啊 溅到肚子上了 没有啊 我上次问他 我都没有吃饭 那他 抓紧也舔我肚子了 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话 那这样吧 你看你这回都几个月了 我这一直工作远忙 也没带你去查点啥的 要不今天正好我有时间 我带你啊 去医院去看看 去医院 不行啊 大帅 我之前都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这个人从小就害怕进医院 特别是那些穿背袋袋的衣装 我看见我们发出 你能不能不去啊 莎莎 这又没事 这不由我呢 我陪你一起去 再说了 他都怀孕这么久了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 这样对孩子也放心 我们也放心 是不是 别紧张 走吧走吧 正好我陪你一起去 我真害怕 没事走吧走吧 有我呢 走 不能打这个 不打这个 走 哦前进 那个医生啊 啊 我带我媳妇 来做一下那个餐前检查 餐前检查 对 这所以好几个月了 之前啊都没来检查过 所以今天就过来检查一下 老师 我有点害怕 别紧张啊 这又没什么事 那个医生 你给开单子呗 那好 我在这系统上给你们挂个号 你们去坐下笔床 好了 你们去吧 知道地方吗 知道知道 知道你们去吧 就是坐笔床的地方是吧 是是是 行 那走媳妇 那等一下检查机我出来了 我再打扰你看 哦对 检查机我出来了 再往往这儿来 好的好的 医生 你们的端子出来了 出来了 我也看不懂 你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医生 这到底有没有事情 我看您的表情不对啊 就是啊 大夫 你快跟我们说说 哦 你们这检查结果不是怀孕啊 怎么可能啊医生 你看这肚子这么大了 怎么可能不是怀孕啊 医生 你是不是看错了 你看我这肚子这么大了 怎么可能不是怀孕啊 你是不是骗我们的 医生啊 这就是啊 你再仔细看看 别整错了 我只能看错了 现在我们这医院的医院的医疗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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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 现在的医生那么发达 这一切出这个中流啊 他就没什么事了 好好静养就好了 医生 那你这意思是 不是什么大问题 揍个手就行了是吧 是是 你们赶快回去准备一下 住院 住下就好了 医生 那我这病人治起来 会不会比较麻烦 比较痛苦啊 我害怕 不要害怕 你这一动手术就好了 莎莎 医生说了 没什么大问题 你不要紧张 也不要害怕 那医生 我们回家先准备准备 下午就过来 办这住院手续 好好好 赶快回去吧 回去收拾一下 谢谢 谢谢你医生 这两头子啊 也太粗心了 这人啊 就要按时体检 要不然的话 只能倒到这个份上